这棵木瓜树跟山土耳台风的风势 顽强抵抗中 但这个地点不在田里 是位于台北市内湖区的住宅顶楼 从另外一栋大楼直击 不只有种木瓜树是摇摇欲坠之外 因为现在内湖的风雨是非常的大 还有种其他的果树也是左右摇摆 堪比顶楼变成小菜园 虽说疾风之净草 但显然这棵木瓜树不敌山土耳 给台北市带来的七级阵风 木瓜树有一半的枝干 整个外翻在大楼外摇摇欲坠 从一楼往上看简直触目惊心 而前一天不是没发生意外 木瓜树的部分枝干 就这么从11层楼高的位置砸到地面 据悉当时刚好有路人走过去被K到 但事后没追究责任 据了解这座大楼住户之前 有跟建管处反应过 但实际询问建管处都暂时没收到民众反应 也没到现场勘察 而前一天在社群上 有民众好心贴出照片 提醒附近邻居要注意 对对是有点危险 蛮危险的 对会影响行人的那个安危这样 他前面是行人在走的 行人那个道路 所以还是会担心 高楼顶楼种植树木盆栽 碰上了台风成了隐藏的威胁 TVB的新闻 吴奎原 董佑峻 刘婷婷 连春轩台报道